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中醫師黃映成 還有我們明朝來的夥伴小金 多懂一點穴道 多一點健康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緩解感冒症狀的穴道 最近因為氣溫開始驟降 溫差改變 很多人會有一些感冒的症狀 不論是已經發起來 或是已經 症藥發起來 或是已經很嚴重了 除了吃藥以外 穴道這一塊都可以幫助 改善到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今天黃醫師會教大家 四個穴道 大家可以在家裡面 自己去按壓 自己去刺激 可以幫助 改善你一些不舒服的情形 大家可以針對你 自己的症狀 去選擇適合的穴道 像你有頭痛 可能就選擇我們 額骨穴 你有鼻塞 可能打奔踢就選擇 影響穴 所以我們會一個一個 針對不同的症狀去介紹 第一個要介紹就是 專門去改善頭痛的 河骨穴 河骨穴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甚至有人把它稱為 是天下第一穴 河骨穴 是我們十二肌肉中的大腸筋 找法有兩種 今天黃醫師會教大家 兩種找法 第一個是把你的大拇指 直接碰到你的食指 這個時候 你這邊的肉就會融起來 然後從這個融起中 找到一個最高的地方 按壓下去 這個地方就是河骨穴 第二種找法 需要用到我們的 另外一隻手 第二種找法的話 我們虎口打開 然後配上我們另外一隻指頭的 手指頭的橫線 那接上來我們這個地方 然後往下壓下來 那這個壓的地方 指尖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河骨穴 河骨穴這個穴道啊 是很多醫師會拿來治療感冒 跟頭痛的穴道 甚至在美國很有名喔 美國有些醫院會請一些針灸師 配合麻醉科醫師 在一些拔牙 或是一些臉部的手術 去刺激你的河骨穴 可以減少麻醉藥的使用 所以它是非常有名的指頭穴道 然後我們剛剛也提到 因為它是屬於我們的大腸筋 所以有些人便秘啊 或是腸胃乳動不好的時候 按這個河骨穴也可以刺激 也可以加強它 改善它排泄的狀況 有一點黃醫師要特別提醒大家 河骨穴經過現代的研究 刺激這個穴道會 引發我們子宮的收縮 造成公縮 所以若是有孕婦啊 有懷孕的女生 就千萬不能按壓這個河骨穴 這個點大家一定要記好 第二個要介紹的穴道叫做銀香穴 大家聽到名字就可以 比較可以想像它的功能 就專門去呼吸 專門去吸這些香味的 所以它就在我們的鼻子上面 那它可以專門治療一些 打噴嚏、流鼻水、鼻塞 這些症狀 銀香穴的找法 是從我們鼻孔的最上緣 往外 然後往外對出來 對到鼻子的旁邊的肉這一塊 旁開0.5吋 我們的大拇指 橫寬是1吋 所以半個拇指寬的地方 從鼻孔的邊緣旁開出來 這個地方壓下去 就是銀香穴 特別提醒大家 壓這個穴道的時候不要太用力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 因為效果很好 然後一直壓 然後造成說整個都瘀血的 這樣真的不好看 一般醫師會用這個銀香穴 去改善你的鼻塞 打噴嚏 甚至是一些過敏性鼻炎 常常一增下去 你的鼻子就通了 非常非常的神奇 那有的時候 我們在做一些美顏針的時候 也會用這個地方去刺激 去改善我們的法令紋 大家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自己平常也可以按壓看看 第三個要介紹的穴道叫做紹商穴 聽到紹商可能會覺得很熟悉啦 尤其是看過金庸小說的人 沒錯 它就是六脈神劍裡面的其中一劍 它因為位在我們的拇指上面 所以金庸老師就把它形容是 六脈神劍裡面最強勁 就是內力最強的一劍 紹商的話 找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大拇指的 最靠近右邊的地方 指甲尖尖的地方的轉折處 再往上面一點點 這個地方壓下去就是紹商穴 紹商穴這個穴道 它對於改善喉嚨痛 跟治療咳嗽效果很好 只是因為它的疼痛感非常非常強烈 所以我比較少直接用針去刺激這個地方 那取而代之 我會使用一些像是耳朵 耳朵的穴道 亡部流行的種子 或是一個小小的耳針 直接貼在這個地方 去持續的刺激它 大家自己在家裡面的話 就一樣就是用指尖 或者是原子筆 按壓三秒 然後連續二十次 這樣就可以起到刺激這個穴道的效果 那解喉嚨痛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第四個穴道要介紹的是齒哲穴 它是專門針對一些喉嚨痛 還有咳嗽很嚴重的穴道 它止咳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那齒哲穴的找法一樣很簡單 我們雙手伸出來 手心往上 然後從我們的大拇指這個地方 往上慢慢的延伸 請我們小金出來 大拇指這樣慢慢的往下帶 然後帶到靠近手肘的地方 在手肘走橫穩的地方 往內 就是往身體往內一寸 會摸到說凹陷的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齒哲穴 那一般來說齒哲穴它可以清熱卸火 所以除了止咳以外 對喉嚨痛啊 頭痛啊 發燒這些效果都很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除了我們上面介紹的四個穴道以外 很多人常常會問我說 欸黃醫師我到底感冒可不可以喝姜糖 加上這個東西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中醫會把感冒分成 寒性跟熱性感冒兩種 那如果今天你的感冒是寒性的 那你的症狀可能會有一些白色透明的鼻涕 你可能會覺得打噴嚏會很嚴重 或有點頭暈暈脹脹的 然後痰跟鼻涕都是透明的 這個時候你是可以喝姜湯的 因為姜本身是溫的 它可以散風寒 可以溫你的筋絡 所以喝姜湯可以幫你把這個體內的風寒散出去 可是相反的 你今天如果是風熱型感冒 是熱性感冒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些喉嚨很痛 會有一些發高燒 或者是你的痰跟鼻涕都有黃綠色 這樣代表你身體的發炎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如果這個時候去喝姜湯的話 你可能會就像火上添油一樣 會讓你的火上加火 或身體的發炎會更為嚴重 所以千萬要注意喔 那如果是熱性的感冒可以喝手們咧 那我們都可以喝一些花花草草的東西去散你身體的風熱 像是薄荷 麴花 桑葉 或者一些慢精子 這些藥材都可以幫助散你體內的風熱 改善熱性的感冒 除了穴道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一些茶飲以外 大家在感冒的期間生活還要特別注意 千萬要禁止吃補品 薑母鴨羊肉乳這些有單規黃旗這些藥材不要去碰 因為它可能會流血 讓血氣更容易在你的身體裡面卡住 然後跑不出來 然後也要少去吃刺激性的食物 像炸的辣的 這些都會刺激你的黏膜 讓你的發炎的喉嚨通更為嚴重 多休息多喝水 然後保持好良好的作息才可以 鞏固你自己身體的免疫力 然後讓感冒更快的好 以上都要記得喔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我們下次見